首帽平安達川發生遲都雙人安 事發星期二晚上9點多 一個25歲姓葉的男人 和他女朋友在安徐街籃球場打籃球 期間有個30歲姓曹的男人要求加入 但姓葉的男人拒絕了他 姓曹的男人離開後又回來 用水果刀斬傷姓葉的男人 傷口長弱5厘米,滲血狂湧 並一直追斬他去到善達樓附近垃圾房 姓葉的男人的女朋友報警 警員到場逮捕移空 傷者清醒送軟